先会爱自己 再去爱别人 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崔安在宴会上突然发难时 太子削别臣的手 正悄悄在桌下四处点火 清儒 你当真要违背赵伯母一言 同这个人在一起吗 我面色平静地抬眼看他 昔日季月清风的永安侯世子 如今失魂落魄 心红着一双眼死盯着 和消别臣同袭的我 树妹赵运之想要拽住他 却被毫不留情地掀翻在地 他眼中仿佛只有我 如同一年前一般 我和崔安是青梅竹马 永安侯府的世子 和镇国将军嫡女 人人称道 母亲在去世前 牢牢地牵着我们的手 并下这门婚事 其实细说起来 崔安倒也算是个不错的夫婿 她温和心善 每每去哪儿都会给我带回礼物 既不管家 也从不干涉我婚前就掌管侯府 唯一的缺点是多情 去郊外游个湖 也能随手赎回几个 在路边卖身葬妇的女子 母亲曾说过 她是个好拿捏的性子 我本以为 我们会举暗其眉地度过一生 直到 我的树妹赵运之 突然来将军府认亲 她拿着我爹的贴身信物 声称自己是我爹在边关与一依女所生 我心下大痛 却在得到父亲书信后 任命地接她回府 养在城外的旧宅里 但多情的崔安 没见过这样与众不同的女子 赵运之也生也长 使京城的规矩如无物 两人会在宵禁后 偷偷溜上城楼 扮作男装出入秦楼储馆 然后结伴探险 在储藏粮草的蜜林中 燃放漫天烟火 崔安厌恶地拨开 我手中看到一半的兵法 清如 你怎地如此无趣 我方才说我见过了 这世间最为浪漫之景 后来崔安兴奋地和我说 这女子如何如何好时 我上了个心眼 却没想到 这人会是我几乎快要遗忘的树妹 我的生日宴上 她额前两缕碎发随风飘扬 一双眼睛倔强清亮 在人来人往的宴会厅上 因为我发卖了旧宅 点卖家财的丫鬟 冲着我掷地有声 嫡姐 难道就因为我同崔公子志趣相投 你便要一再欺辱吗 将军府嫡女的生日宴 她作为满京城皆不待见的私生女 本没有出席的资格 她是女扮男装 作为崔安的小私混进来的 京城奢华 她从未出席过这等宴会 被眼前所见震撼 痴迷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我还未出生 匆匆上前来的崔安 就将她紧张地护在身后 清如 千错万错都是我对你不起 你别再伤害孕儿 她天性自由不受拘束 不懂你们这些京城后宅富人的 弯弯绕绕 我垂下眼眸 静静看着她 你想抬她为妾 崔安摇头 与气间有难以掩饰的心疼 孕儿和你们不一样 她要的从来不是高门富贵 她只求有人能真心待她 为妾是在折辱她 我点点头 转身就走 可我没想到 崔安会胆大到将赵运之 带进长公主宴会 只是几盏黄酒下肚 二人便情难自禁地 在长公主府的花厅里 憨战淋漓 被当作苟和的宫女侍卫扣起来时 赵运之身上连一件遮挡的衣物都没有 听闻崔安为此 是在崔家祠堂跪了七天七夜 终于求得崔家长辈点头 愿意将赵运之作为平妻 和我一同抬进侯府 我见她那日 崔安面容憔悴 膝盖尚不能占 但眼睛里都是如愿以偿的喜悦 轻如 你们姐妹俩共是一夫 难道不好吗 我看了半赏才发现 她居然是真心实意地在疑惑 我轻笑 你凭什么认为 我赵轻如会要一个脏了的二手货 她皱眉 有些不惜我的用词 你当真如此心狠绝情 我无声点头 既如此 我会抬月儿为正妻 见我面色平静 她忍不住问 你当真没有半分不舍 未等我回答 她自顾自地摇摇头 不重要了 那夜过后 我便知道 我要的是 孕儿那般灼热耀眼的爱意 要她满心满眼都是我 阿娘去世前说过 崔安单纯 是个好拿捏的人 现在想想 确实是 我命画师将两人当日被桌间的画像赶工 连夜张贴全程 画工很好 赵运之的赤色鸳鸯肚兜 挂在崔安腰上的细节 也唯妙唯笑 然后 毫不犹豫地退了婚 崔安来将军府下聘 我这管家草草应付 她成婚的排场很大 仿佛是要特意填补赵运之将军府庶女的面子 光是婚服 就耗费了数十位江南顶尖绣娘三个月的功夫 听闻赵运之如今在旧宅趾高气阳 以迫不及待 以侯府夫人自居 她借着拜别兄长的机会 在我面前像只高傲的孔雀 没了这门好亲事 不再嫁王侯的赵家女 会沦落到什么破落户呢 要不姐姐你给我端盆洗脚水 我求着崔朗帮你物色些文官老臣 别看他们年纪大 会疼人得很呢 没多久 崔安也特意来找我 希望我能参加他们的婚宴 清如 你猪般刁难孕儿 她只是想要得到你的祝福 以凭心中委屈 她委屈什么 当初不是她自己爬上你永安侯的床 不是她自己连进屋都等不及 在廊下就颠缆捣缝 拜托你搞搞清楚 被全京城人耻笑为弃妇的是我们姑娘 律竹白了崔安一眼 语气愤愤 她不自在地低下头 清如 我 我不知道 他们是这般议论你的 我轻笑 她当然不知道了 永安侯府 虽是跟着太祖爷打江山的从龙之功 可几代皇帝的友谊削弱 如今只能靠着世袭的爵位 做个富贵贤人 到了崔安这一带 更是只剩下病弱的书柏和双居的母亲 母亲为我定下这门亲事时 想的是这家有门第又好拿捏 不会再重蹈姐姐覆辙 因此这些年都是我明里暗里 帮着崔家料理内务 应付世家往来 我由着她整日不理事事 率性而为 可如今 她便要和同样毫无见识的赵运之 来执掌这偌大的侯府了 我笑着看绿竹轰她出门 心中想着 这段情笔金尖的爱情故事 能坚持几个月呢 崔安成婚后 阿兄的病又发作了 一连三个月 我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榻前 终于等到她再次捡回一条命 京中却因为我这三个月的闭门不出 谣言飞起 长公主的赏花宴上 我同赵运之打了个照面 她如今华贵紧服 朱翠满头 像是要把没见过的衣服首饰 全穿出来显摆 理解这事病好了 听闻你为了我夫君伤心欲绝 缠绵病榻数月 我还以为 京城中药 再无你这位贵女之首了呢 我并不想理她 错身欲走 赵清儒 你这下贱的娼妇胚子 你那早死的娘 便是这样 教你惦记别人的夫君吗 这是终于不装了 绿竹抢过一旁 洒扫侍女的水盆 将带着泥点的脏水 悉数泼在赵运之身前 然后从善如流地跪下 哎呀 奴婢该死 奴婢一时手滑 赵运之气急 抬手就要往绿竹身上招呼 剑壁 你胆敢放肆 被我迎面拦住 甩得她后退几步 晾腔着险些要栽到地上 我扶起绿竹 冷眼看她 你算什么东西 赶在我面前摆几分的柿子飞架子 余光瞥见一抹悬色衣角 赵运之毫不犹豫地倒在地上 捂住脸颊 泪水连连 嫡姐 孕儿自知身份低微 可我与夫君真心相爱 难道就要被您这般侮辱吗 崔安敢来看见的 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即刻便歇了同她冷战的心思 失望地看着我 轻如 我原以为你是最通情达理之人 却想不到你竟如此恶毒 崔狼 不怪嫡姐 都是孕儿的错 她浮泪靠在崔安怀中 柔弱地仿佛下一秒就会碎掉 我饶有兴致地看着 倒有些想不起她 如愿成婚前高傲的模样 崔安欲发来劲 赵清如 给孕儿道歉 我暴毙协议 用眼神告诉她 不可能 崔安死死盯着我 鹅角引有青筋抱起 赵清如 你一直这样尖锐刻薄 怪不得你姐姐和娘亲惨死 兄长成了站不起来的废人 啪的一声 止住了她未落的话音 使了重力的手在微微颤抖 我双眼血红地看着她 崔安 你竟敢 竟敢拿我最痛苦的伤口 变成刺向我的利剑 许是被我眼里的恨意惊到 她有些懊恼地低下头 我 我是因为你太过恶独裁 崔狼 赵运之着急地捂住她的脸 心疼得直掉泪 你竟敢打她 我收拾好情绪 冷声开口 我娘亲与阿姐 从前待你不薄 兄长更是在战场上 救过你的性命 这一巴掌 你受得不冤 从此 我赵家与你永安侯府 再无半分情义 崔安愣在当场 赵运之拽住我的衣裙 拉拉扯扯地不肯让我离去 一道剑光闪过 冰冷的剑身横在她脖子上 小心呀 这剑锋利得很 战场上砍下过不少敌军手机 我回身 一人长身玉力而来 语气虽带着笑 清俊的脸上却看不见半分笑意 金贵又凛冽 太子 萧别臣 赵运之下的陡若筛糠 瘫倒在地 萧别臣收了剑 笑着让人平身 手须扶了一下我的刘云秀 本太子这才刚回京 世子就唱这么一出好戏 崔安有些惶恐 身体已经先一步做出反应欲跪下 被萧别臣挑剑挡回 开个玩笑 黄姐还等着我 不与诸位多聊了 我俯身低头 恭顺地送她离开 她走后 在场人都松了一口气 这位新晋的太子殿下 是靠战场上立的军功 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当然也少不了朝廷内外 不同党派的流血争斗 换言之 这是一条鲜血扑旧的青云路 生母低贱 陛下不喜 无所依仗的冷宫皇子 直到散席离开 我也一直在想着 这位太子殿下 却也没想到 刚回到府邸 我就接到了 消别臣的邀约 一连着三天 我每日都陪着长公主 在宫中赏花游园 始终没见过 消别臣的身影 可这也足够宣告 我在京城世家的地位 春烈 我坐在长公主身侧 许多世家女子 同我说着崔安家的事 清如姐姐 你可不知道 我家马夫说 那日撞见崔府的小厮 偷偷拿着一筐子 金银首饰去当铺呢 听说是侯府周转不开了 这倒不稀奇 侯府本就是一把烂账 从前是我兜着 如今能撑过这几个月 都是奇迹了 清如 你那个树妹 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前几日太傅寿臣 她代表永安侯府 送了一副自己写的寿字 歪歪扭扭行如狗扒 还诡辩说什么 书法传世 不过是因为那些人 地位高又死了 怎比得过她的真心实意 说太傅这样 便是屈颜负使 太傅那等儒雅手里之人 竟被她气得 当场掀了桌子 拂袖而去 怪不得这几日 崔安整日流连勾兰瓦舍 说什么也不肯回家睡 我笑着听他们讲 并不言语 直到最后 崔安来踏着虚浮的步子 匆匆赶来 望着高台之上的我 顿了片刻 被赵运之拉走 坐到席间后 崔安拧眉抽出了 自己的衣袖 并不看她一眼 我低眉饮酒 将这一切尽收眼底 在抬头时 对上赵运之 充满愤恨的眼睛 萧别臣在陛下身后 款款而来 落座后 欣然应允了 大家的设议展示 只在路过我席前 将贴身的玉佩 交给我看管 有劳这位姑娘了 她说得十分坦然 仿佛就只是因为我 顺手坐在 她的必经之路上 但席间有人 却红了眼睛 崔安久久盯着我 清儒 你疯了 那消别臣 是什么阎罗 你不知道 你还敢去招惹她 你是嫌赵家教训 没吃够吗 崔安一直追着 我到营帐 语气十分着急 还带着几分 难以察觉的失落 我面色平静 拨开她的手 崔柿子 还请自重 她不可置信般 看着我 你 你叫我什么 你以前从来不会 这般冰冷地唤我 以前 崔侯爷 莫要忘了 是你苦求七天七夜 将庶女 抬为平妻折辱 于我才有的 退婚之事 我嘲弄地看她 若是 若是我后悔了呢 她双眼血红 神态如同受伤的孩童 眼神里还带着西迹 直勾勾地望着我 赵运之她连管家这种小事都做不好 气病我娘好几次 世家同僚都嘲笑我 娶了这样一个丢人的正妻 我不过是同朋友妹妹多说几句 她就要以我有二心 我身边所有的女子 她都视为眼中钉 我打断她自顾自地委屈 这不就是你要的 独一无二的爱意吗 她眼里心里都只有你呀 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我欣赏着新途的扣单 诚心识意地问她 她却一句话都答不上来 清如不是这样的 我娘都说你才是最好的 我手指虚暗在唇间 凤凰扣单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虚 你听 你的夫人在派人找你呢 快些去吧 别辜负了这么灼热的爱 她失魂落魄地走出营帐 又回身看我 下定决心似的 清如 你等着我 我往前走了不到两步 就被人拦住 怎么 舍不得了 萧别臣身上带着狩猎的血腥味 头埋在我颈间 清秀 殿下惯会开玩笑 我不过是想出去看看 殿下今日是否拔得头筹 她轻笑一声 那是自然 扮上 她又拿起我的手抹撒 若是让我知道 你对她还有心思 手背整个钻进掌中 你知道我的手段 帐外一阵骚动 是匆匆赶来的绿烛 夫人 奴婢说过了 我家小姐乏了 今日不见客 让开 你这贱婢 我倒要问问 她赵清如是什么狼心狗肺的畜生之辈 我永安侯府一向对她不薄 她怎能如此忘恩负义 我拍拍萧别臣 请她稍一尊驾 她却耍赖一样 直指自己的唇 眼看崔老夫人就要先杖而入 我着急地推开她 敷衍地在她左脸清拙了一口 萧别臣勾唇浅笑 引入帐内 好不容易把这尊大佛请走 我便收拾被弄乱的衣着和发饰 边往帐前走 迎面就挨上崔老夫人的一巴掌 幸好我退得快 只堪堪被指甲划出几道血痕 赵清如 我今日便要带你那早死的亲娘问问你 你赵家兜出的是这般无情无义之徒吗 我昨脸火辣辣的 只腹碰一下都疼 崔老夫人 您这是何意 你还有脸问我 你与我儿子又便有婚约 理当为我永安侯府操持事务 如今却突然全丢下 不管不问 任由我儿受人嘲笑搓磨 你真是好歹毒的心肠 我气笑了 老夫人 若是我没有记错 崔安退婚 第一个同意的人 就是你吧 她面色有片刻的凝滞 随即又理直气壮起来 难道你要我看着自己的儿子 跪死在祠堂吗 便是她退了婚 难道你就可以一走了之 你我两家这些年的恩义 全都是假的吗 我换来绿烛 替我上药 恩义 你是指永安侯府这些年 受我赵家的银两 还是指我兄长 救回崔安的一条命 崔老夫人摔碎茶展 赵清儒 你什么意思 我永安侯府是高门跪地 你赵家不过是个粗鲁的武夫出身 我当初就和你说过 安儿便娶了那个女人又如何 再过段日子 你不是照样可以进门 侯府的掌家大权 还不是在你手中 我捏住茶盏 在她面前炸开 滚烫的茶水 见她一身 帐内 响起杀猪般的嚎叫 滚出去 这些年 你侯府欠我赵家的账单 明日便会送到侯府 三日之内若是还不上 你且看看 我这等粗鲁武夫出身的门第 会做出什么事 绿烛替我敷完药 拿起一旁的条肘 开始胡乱扫地 对着崔老夫人 一顿乱扒拉 有老鼠 好大的老鼠 阴沟里的东西 真是又脏又臭 崔老夫人 几乎是连滚带爬的 颠出营帐 绿烛心疼地看着我的脸 小姐 当初老爷和夫人 定下这门亲事时 哪想到这老颠婆事 这副嘴脸 本想着能远离是非 怎料这家 竟干些烟渣事 呸 我柔柔绿竹的圆脸蛋 笑着让他别担心 他刚一走 我整个人就被拦腰抱起 削别臣黑毛深沉 一言不发地盯着我受伤的脸 我都没碰到 倒让这个老东西伤了 我刚想顺着屡屡毛 却冷不丁被他一颠 双手下意识地拽住他的脖梗 我们贴合得更紧密 这是一个几乎能感受到 彼此心跳的距离 我有些难受地想 撑开一些距离 下一秒 整个人天旋地转 被他压在身下 轻轻 你现在想躲 晚了 削别臣灼热的气息 洒在我耳边 我几乎要控制不住 慌乱的气息 太子殿下 这是皇家春烈 陛下就在旁边 削别臣闭了闭眼睛 在睁开时 一双桃花眼 满是饶有兴致的笑意 好啊 我等着有天 你求着我来 他走后许久 我才强撑着身子坐起来 空气中 似乎还残留着 他身上的气息 我拍了拍烧红的脸 第一次开始思考 这个决定 是不是走错了 削别臣 绝非可以轻易招惹之人 可 长公主宴上 身着流云群的我 被他一眼相中 便再也没有回头路了 那日 削别臣将剑架在 赵运之脖子上后 在我的必经之路上 诗诗然等着 赵小姐 这般匆忙去见我黄姐 她也不会多看你一眼的 新册太子前 长公主是 萧氏皇族最尊贵的人 京城各大世家子女 争相八戒 一个个都被打出公主府 企图爬床的薛二郎 还被裸身绑在长安街游行三日 可 我要做的事 必须要有长公主的帮忙 敢问太子殿下特意在此处等候臣女 可是要指点迷津 我低眉顺目 只在她靠近时 抬起一双水光炼燕的眼睛 与身上的流光裙 一道顾盼生辉 阿姐说过 我这双眼睛 这样望着人的时候 没有不成的 萧别臣倾笑一声 灼热的掌心将我扶起 与她平视 做我的人 可我赵家发过毒誓 此生绝不再做萧家父 我 还是你觉得 驾个空有门第的废物 才是赵清儒的归宿 我倾起朱唇 口中的不字还没吐露 被一只手生生捂回 紧接着 手落到我脖梗间 缓缓收拢 我颈尖皮肤格外细嫩 顷刻间便留下一道红痕 萧别臣力道并不重 但带着很强的压迫感 你应该也听说过 我萧别臣素有地狱修罗的名号 我既看上了你 便是亲手舌了 也会不择手段地将人弄到手 我久久望着他 惊惧而生的眼泪 断线一般砸在他手背 仿佛能贴见他身后 无尽的硝烟血光 好 此后 我很少见到崔家出席京中宴会 听闻崔安一改往日 闲散子弟风范 和朝廷的几位年轻将领 来往平凡 再次相见 便是在他们成婚后一年的今日 宴会之上 我被萧别臣拉着 坐在他身侧的位置 父皇沉迷于 你托黄姐进县的丹沙 早已不理朝政 你便是坐在我腿上 也无人敢说一个字 我面色微红地低下头 给他针灸 新途的扣单 不小心沾上酒水 惶恐之际 削别臣勾唇靠近酒杯 吻着湿漉漉的指尖 一起引下 我慌忙收回的手一颤 回身却看见 催安满脸痛苦地望着我 清如 你全然忘了赵家训氏 赵姐姐的惨死吗 清如 你听我说 他绝非良配 我在桌下拉住 削别臣运怒的手 轻轻安抚他 然后冷声吩咐工人 崔柿子饮多了几杯 言行无状 还不将他带下去 桌下削别臣的手 却挣脱开来 顺着我的腰 一直滑落到腿上 抚摸带来的养溢 让我忍不住轻微颤抖 但这人面上 却一派清俊 只脸颊透出饮酒的微红 崔安挣脱工人 清如 你定是被他所破 你等着我 我很快就来救你 我们还和从前一样 琴瑟和鸣 下座的赵运之 终于忍不住 抬手摔了碗筷 我白手让侍卫 将两人一块带下去 仍回廊下便好 方便他们故地重游 修复夫妻关系 在想什么 你姐姐赵清月 我在观月阁坐了许久 直到萧别臣 带着醉意的声音响起 是啊 我想他了 我姐姐赵清月 是这世上最温柔 闲静之人 吉吉那年 青梅竹马的太子 萧毅景求了圣旨赐婚 天子亲临 待我正在前方浴血奋战的 父兄送嫁阿姐 后来 前方战事大劫 我姐姐也怀上身孕 我们全家沉浸在喜悦之中 只是那时的我并未看清 天子眼底的忌惮 我父兄班氏回朝 那日 恭维森严的东宫大白日 丢了太子妃 兄长孤身追击 却被打断双腿 险些丧命 他是一个将军 没有伤在战场上 却在回家后 几乎死在自己人手中 举全城之力搜寻三日后 我姐姐的尸身 被赤身裸体 丢在镇国将军府门前 她浑身没有一块好皮 腹中已成型的女胎 是在虐待中活活流掉 她手中紧紧攥着我 绣给孩子的别角平安符 我从小便爱舞刀弄枪 女工刺绣一窍不通 娘亲总是数了我 没个女儿家的样子 只有姐姐会摸着我的头 温柔地说 我们轻如想做什么都可以 姐姐只希望你快乐 这样一个人 只落得个饱受灵虐后 惨死的结局 我爹娘和兄长悲痛欲绝 却谁都坚口不提 追究这敌国戏作 是如何在大内宫廷掳走的人 太子萧易景 大受打击 一并不起 在我姐姐的葬礼上 阿娘因连日胃口不佳 闻到昏腥便坐视要吐 这一切被皇上看在眼底 当晚我娘就病了 寻遍医者却无人能治 她临死前 一直拉着我和崔安的手 一愿便是定下这门亲事 如二 我赵家女 此生绝不再嫁 萧氏皇族 阿娘只希望你嫁个闲散人家 平安一生 十岁那年 我先后没了最亲的姐姐和娘 葬礼上 我爹爹和兄长一言不发 手中的兵器生生折断 我磕完头 望着皇宫送来的金银 大笑不止 爹爹 我赵家满门忠烈 为保边境安定 死伤无数 兄长 你的嫡子被敌国掳去 斩首于两军阵前 到底为什么 我们会落得如此下场 我边哭边笑 发狂一样地掀翻所有赏赐 被爹爹死死抱在怀中 如二 这便是为人臣 我赵家军功震天 君主忌惮 他断断容不得月儿生下嫡子 也不允许你母亲再游戏 我施了挣扎的力气 爬到漫天的大雨中 放肆大笑 直到吐出一口淤积的黑血 满门中烈 一枪赤胆 白线除狗 历劫晕倒前 我依稀瞥见 角落里红着眼眶的崔安 我烧掉所有的刀枪剑戟 换上世家女子的衣裙 绣出堪比江南绣娘的女工 将自己一步一步培养成 京城世家贵女之首 成为一个只围着未婚夫 崔安一家传的寻常后宅妇人 我不是二哥 我不会连自己心爱的女人 都护不住 萧别臣沉默了许久 只堪堪说出这句话 但我并不在乎 从我阿姐去世 我便知道 命只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殿下醉了 早些回去休息吧 我面臣如水 吩咐宫人将太子带回寝殿 明日 还有一场好戏要看呢 皇上病重 太子监国 以怀王为首的势力 多番谈和我与萧别臣过从亲密 他一直与萧别臣不睦 有意扶持幼君九皇子上位 崔安进来 与这位怀王殿下来往颇多 我正在东宫与长公主殿下下棋 猝不及防地被崔安带兵围困 他发丝凌乱 向来仙尘不染的脸上 此刻满是血污 清如 我说过 会让你回到我身边 崔安急切地跨步向我走来 眼里满是失而复得的欣喜 怀王已经带兵攻进皇城 萧别臣被杀是早晚的事 清如 跟我走吧 你依旧是我的正气 我落下一子 笑着问他 听闻我那树妹玉玺已有月余 请问永安侯爷 你带如何打算呀 他 不过是个数子 随便打发了旧事 殿外一阵骚乱 赵运之匆匆而来 正好听见这句话 崔安 当初是你哄骗 我才将身子给你 如今我怀着你的孩子 你 你竟然 他抽出一把刀 颤抖着向我而来 赵清如 都是你这个贱人 爹爹只喜欢你 我娘死后 他看也不看 便将我送到京 我的夫君甚至为了你不惜谋反 你这个贱人 娼妇 你怎么不和你姐姐一起死 渐渐尚未触及到我半分 他便被崔安掀翻在地 你怎么会来此处 还不快滚下去 丢人现眼 说罢 并不看他一眼 红着眼眶 在我跟前蹲下 语气温柔的像是怕惊到我 轻如 我会捂住你的眼睛 今日这店内 除了你 不会留下一个活口 长公主落下最后一子 今日这棋局 竟是平局 她称着手 笑着看向崔安 你以为 凭这点本事 就能杀得了当朝长公主 崔安尚未反应过来 便被一道冰凉见光 抵住井间 稍一转头 血便浸出衣襟 方才闯进来的人 被从天而降的将士 请客间抹了脖子 店内一片血腥 崔侯爷 怎地又在寄予我 消别臣的妻子了 这人一身赢甲 身上沾满了别人的血 偏一张脸清俊如许 迎着日光朗生质问 消别臣 怎么会 怀王不可能失败的 他随意地吩咐人 将崔安五花大绑 牵住我的手 朝长公主示意 黄姐 臣弟来迟 扰了黄姐雅兴 无妨 今日也尽兴了 你收拾完这人来 公主府 同我说明情况即可 崔安被暗倒在地 不断挣扎着叫喊 不可能 消别臣 我与怀王密谋半年之久 有全然的把握 你不可能活着回来 他懒懒点头 嗯 你们计划得确实很周详 但 若这一切都是有人 暗中促成的呢 消别臣嗓音 总带着些懒洋洋的 漫不经心 此刻落在崔安尔中 变成了刻意讽刺 消别臣 臣王败寇 我无话可说 但你当着轻儒的面 如此大肆杀伐 你根本不在意 他会不会害怕 你根本不配和他在一起 消别臣拿着丝帕 仔细地擦着我的手 文言抬起头 哦 你真的觉得赵清 如是一个养在身归 会被这点血下坏的 寻常女子 他痴笑一声 是啊 我的手在微微站立 但那是因为见血的兴奋 我渴望直见杀敌 很久了 我蹲下身子 抬起崔安的脸 你以为 酒楼里同你说些 太子不仁当立新军的 悖逆之言 是哪里来的 赵谦将军 又为何会突然答应 同你来往 从一开始 这就是我设下的局 为爱后悔 夜夜买醉 这样的痛苦太轻 太浅了 怎能偿还他父亲 催老侯爷的暗中 见言之罪 若不是他手术两端 被地里多番尽献谈言 或同怀王伪造证据 我赵家不至于遭此大难 崔安似痛苦到极点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为什么 我以为你至少 曾经心里有过我 我掐住他的脖子 从未查出来 你父亲在背后做的事 我就发誓 一定要你永安侯府 满门性命 来祭我赵家 所有亡死之人 怀王兵败 被车裂而死 九皇子及其生母 也被处以急刑 朝中不少人进言 九皇子上年幼 皆是受其生母 和怀王蛊惑 望萧别臣网开一面 我放过他 等他来日来杀我吗 萧别臣已靠在我身上 悠悠地转着酒杯 我骤然感受到 先皇当年在葬礼上 那一眼的含义 萧家人 天生冷情冷血 我公顺地低下头 靠在他怀中 先皇善为 萧别臣正式登基 他不顾一切反对 执意要立我为后 连长公主 也前来劝他 从前和赵家女走得近 不过也是为了 他背后的赵家军 现怀王已除 父皇已成废人 你当真要如此一意孤行 置我萧家江山于微墙之下 萧别臣未发一言 静静喝着御医送来的药 夜晚他来找我时 我正在谢寇丹 轻轻 明日你便会正式成为我的皇后 他从后方抱住我 头瘫链似的 埋在我井间倾蹭 你想好了 有细密密的吻落在我耳畔 带着潮湿的雾气 甘之如頤 凤冠霞佩 宗庙祈福 我身着皇后朝福利于 萧别臣身侧 高抬之上 看百官也如蝼蚁 太上皇如今使尿 都不能自理 匆匆看了一眼便被抬了下去 我忘不掉那双冰冷的眼睛 我父亲拒绝回朝官里 他在信中只有百般叹息 爹未曾想过 你还是要走上这条路 赵运之在牢中 吵着要见我 我敌解是当朝皇后 你们这群贱婢 胆敢如此欺辱皇后之妹 我去见了他一面 嫡姐 姐姐 我错了 我不该和你抢崔安 若不是我 你也不可能有如今的富贵 你让他们让我出去 赵运之死死捂着肚子 他营养不良 这孩子保不住了 嫡姐 这孩子不是那崔安的 他就是个没用的男人 成婚后 没多久他就厌倦了我 只在秦楼酒馆 找些同你相似的女人 这孩子是陆轩陆大人的 姐姐你放过我 我定不会再与你抢任何东西 我们好歹是亲姐妹 我们身上流着同样的血压姐姐 我脑子里搜索了一下陆轩 这人年纪都快和我爹差不多大了 只不过王妻家中附属 家中只有几个嫁出去的女儿 到底是年轻人 手脚麻利 这么快就怀上了 可惜 赵运之并非我亲妹妹 你那日可曾见过怀王吗 你难道不觉得 他与你这张脸有五分相似 赵运之张大嘴巴 颤抖着望着我 难怪 难怪怀王总望着他出神 赵运之确实是怀王之女 还是怀王最爱的那位医女所生 只不过二人中间隔着血海深仇 他到底也没让怀王知道这个血脉 我十岁那年清醒过来 便一直派人暗中调查这些人 将医女怀中的小女孩这人抱养 他当时高烧了好几天 醒来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便顺水推舟称 她是我爹的庶女 养在边关 做一枚带启动的棋子 她的脾气秉性 一应爱好 都是按照崔安的喜好培养 与她从小见过的世家女 全然不同 崔安会对她一见钟情 毫不意外 清如 你说的是真的吗 崔安静就关在隔壁 她此刻又脏又臭 脸上身上都是瘦型的伤口 流着恶浓 你何必做出这样一副 受伤痛苦的模样 你若心如磐石 便是十个八个赵运之 你也不会有半分余举 你们的苟合 我甚至要都没来得及下 她卸下力气 浑身颤抖着问我 为什么如此心狠 她并不知晓父亲所为 我浅浅笑着 即便你认为负债子不长 可你当日分明见过 我在阿娘葬礼上崩溃的样子 你还要拿着来赐我 我赵家过去待你如亲子 你却毫无感念之心 你难道不该死吗 她似有些错愕 我从未去过赵夫人葬礼 那时我病着下不了床 那为何我晕倒前 分明看见了她的衣服 我恍惚地走出天牢 吩咐人立刻处死这些人 然后便在绿烛的尖叫声中 晕了过去 醒来时 周围守着一圈太医 肖别臣异常地激动 眼角似乎引有泪光 轻轻 我们有孩子了 我心口一致 手下意识地放在腹部 孩子 我想起来 那日肖别臣提神催安 回来后便心气不顺 听说你喜欢灵大 我尚未应声 便被她拉入帐中 俯下身的时候 听见她手腕脚腕上清脆的铃铛声 一夜未眠 醒来时 肖别臣紧紧抱着我 终于 其实喜欢铃铛 是我五岁时的信口之言 我不管 你昨夜明明说 只能承受住我一人 不许再想旁的了 这个孩子 比我想象中来得早了些 我静静看着面前 这个手足无措的肖别臣 他此刻哪里还有什么 修罗帝王的影子 他开始变得很忙 长公主频繁地出入皇宫 我摸着越来越大的肚子 重新涂上扣单 手却被一只大掌钻住 轻柔地放在唇边舔了一口 你如今怀着身孕 就别再这样伤害自己了 削别臣的脸 在昏暗的烛火下 忽明忽暗 你只要说一句 我可以喝下你准备的任何毒药 他一直都知道 清清 十岁那年 你已经对肖氏皇族彻底失望 但你又知道 如果不靠近肖家人 你永远也做不了心里那件事 你爹娘都希望你远离皇宫 嫁个闲散人家 可你是赵清儒 谁伤害了你 你只会亲手拧断他的喉咙 原来 原来是这样 从我第一次蓄意勾引他 他就清楚地知道这一切 为什么 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年幼的削别臣生母 是低贱的宫女 在冷宫受尽欺凌 直到有一日 她又被打得倒在千里池旁 心念俱灰 想要顺势栽进池中 有一静庄女孩出现 挡住了他下滑的身体 这么没用吗 谁打了你 你就打回去 前线上没有自杀的将士 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 抛头颅撒热血 手刃敌人 说完 还踢了他一脚 生气他的懦弱 也是在这次之后 他第一次亲手咬断了 掌视太监的喉咙 一步一步 爬到了他父皇 能看得到的位置 你知道黄姐选择 与我合作时 说了什么吗 萧家皇子多怯懦之辈 他只在我眼中 看见了嗜血的杀意 我当时心想 那是他没见过十岁的你 当时但凡有个姓萧的 你立刻就能掐断他的脖子 当时竟是他 他摸摸鼻子 我好不容易混出宫 偷了身催安的衣服 想去看你 又不敢进去 所以 萧别臣一早便知道 我扣担之下的微量毒药 他耸耸肩 一副无所谓的样 对啊 一边饮毒 一边喝药 我的副将 都说我这是拿命陪媳妇玩 我后来见你 便知晓你心中所想 陪你演了那出戏 我并不喜欢什么刘云群 那都是暗卫他们的谣传 一旁的影卫突然出声 是啊娘娘 当时你走了之后 陛下一直问我们 他演得像不像阎王修罗 沉浸得很 被削别臣立声喝退 我久久无言 腹中孩突然踢了我一脚 肖别臣惊讶地俯身于我腹肩 宝宝 我是爹爹 初次见面你好呀 半晌 他单手按住我 将额头与我相抵 轻轻 我这条命 本来就是因你存在的 你想要 随时可以拿去 我知道你此时并不信我 并不爱我 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 我会让你看见 肖是皇族的天下 我本就是为你而夺 这夜之后 肖别臣颁布了好几道圣旨 策立我腹中胎儿为太子 无论这胎是男是女 与皇后共治天下 我可上朝听政 接受百官朝拜 赐给赵家上方宝剑和免死金牌 永不宜军 我生产时 爹爹和兄长一同来看望 天边有漫天云霞 彩凤来朝 是阿姐和娘亲 为我绣在平安符中的画面 演唱会